5月20日 上海市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下发了《关于我是持续巩固疫情防控成果有序复工复产》的实施方案 持续推进企业复工复产 近日 记者前往两家高新科技企业探访 了解高新科技的复工复产情况 科大智能是一家从事数字工业 数字能源业务的企业 包括智能机器人的研发生产 截止到5月20日 该公司已复工302人 产能恢复到30% 那么目前呢 政府也帮我们办出了6张通行证 包括3张上海市内的通行证 还有3张松江区域的通行证 这些通行证的办出 帮我们解决了目前小型物流和员工返港的保障需求 随着上海疫情的持续好转 以及政府的多项利好政策的不断出台 我们相信到6月份将会恢复至正常水平 李贝表示 目前产业上下游企业也在积极推进复工复产 他们也希望和兄弟企业共同分享防疫经验 推动产业链恢复 那么未来 我们公司也在积极部署 数字防疫的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在员工中推广防疫通和复工码等电子平台 在园区内也设置了场所码和数字哨兵等电子设备 同时 在园区还设置了独立的自行核酸采样点 上海也是中国芯片重镇 疫情以来 芯片产业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密番科技是芯片产业链上游的一家企业 生产制造芯片所需的半导体烘箱设备 在疫情期间 他们生产交付遇到一些困难 疫情对我们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最主要还是一个交货期的问题 因为物流全方面都停掉了 所以有些客户他比较急的一些设备 我们提供不了 就是不能发货 那么随着这个疫情逐渐好转 最近我们也是请求了很多主管部门 也帮我们协调一些物流车 目前慢慢正在好转 基本上算是正常了吧 目前密番科技生产一线员工已到港90% 生产基本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 复工以后他们都在加班加点 我们争取在6月底之前 把我们落下的这个 就是晚交的一些货物 马上把它赶出来 交出去 发到我们客户手里 疫情的发生虽然为企业的生产 带来了一些影响 但各家企业都采用各种方法 克服困难 坚持生产 据我了解我们整个半导体行业的同行 包括我们的上下游企业 他们基本上从封控开始阶段 就开始实行封闭管理 到目前为止基本上都没有停过 我们的技术研发团队也实现了远程在线设计 通过团队的在线技术沟通 持续推进项目进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